標榜智慧停車收費 但有時候也有掉漆的時候嗎 看到高雄市呢 已經陸續建置智慧的路邊停車系統 裡面有幾個方式 包括立柱型的你看過的 那麼還有是看入地板的 嵌入裡頭的設備 它主要是捕捉車輛的車牌 但是地面所謂的嵌入型的這個鏡頭啊 實物上常常會有盲點出現 因為辨識鏡頭不是被雜草 或是樹葉給遮住 造成完全沒辦法開單 等於免費來停車了 在高雄的路邊停車 如果你看到這個綠色標誌呢 代表它是智慧感應收費停車格 就是透過這個砍入式的鏡頭呢 來照出你的車牌進行開單 不過有個BUG在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邊其實有樹葉呢 以及這個雜草呢 把這個鏡頭都給擋住了 這樣子根本就開不了單 停了半個多小時 實際來繳廢機輸入車牌 真的免繳停車費 智慧收費的設備 竟然被葉子雜草 這麼簡單的物品干擾 直接失去作用 聚會停車格通常因地質疑 設置立柱室或埋地砍入室 來辨識你的車牌進行開單 但也就因為埋地砍入的方式 未處地面 容易受到周邊的物品影響 無法正確開出收費單 而在台南路邊停車格 也設置了非常多這種 地磁偵測系統 一顆圓圓位於車格正中央 但卻在台南新營出現這螢幕 地磁要能及時偵測 停車格周轉使用狀況 但這兩台轎車 卻壓到水溝上刻意避開 如此一來造成停車位資訊 出現錯亂 智慧台南好停車APP 可以查找哪裡還有空車格 結果被車主這種停法 開到現場才知道 已經有人站位 APP來說當然說 它的收集的資訊 可能會有一些些落差 但是民眾在停車的時候 收費員尋常的時候 還是會依照正常的程序 去做停車收費開單 他會不會以為 那個是感應收費的 對 所以他才會散那兩顆月 民眾這種停法 不影響收費 但對於透過APP 極準找車格的人來說 簡直被耍 接著環富國珍 楊華 台南高雄報導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